試用智能手機、平板電腦對於不少老人家而言都是一種挑戰 南非阿歷山德拉鎮就推出了一個線上數盟計劃 教他們試用電子設備 創始人希望通過計劃被老人家認識互聯網的價值 認識上網之後 就不再只是一個甚麼都不認識的老人家 而是可以受到家人的尊重 有工作人員表示 很多老人家一開始連開機都未認識 現在上課的時候 已經懂得自己連Wi-Fi 打電話、聽電話這些公家不在話下 有些老人家還懂得自己叫車 甚至是幫過孫處理學校的事 這個計劃希望可以向南非其他地方的老人家伸出援手 有更多慷慨的投資者幫助他們 多謝收看今期節目 下期節目又會去哪裏? 竟請鎖定澳門有線電視 環語快順 按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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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讚